我去吧 凤凰 再见 这是你的车 对 刚到手了 小青在宿舍嘛 我想带她出去兜个风 今天你可见不到她了 她又去实验室了 她去了艾薇的家里 那去艾薇家干吗呀 那你就得问问你的前女友了 差不多就行了 来 小心 可以了 您坐会儿 不会把沙发弄脏吧 快坐 好 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我给你拿个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些照片 是我跟肖战在一起这么多年 所有美好的回忆 就算我们不得不分开的时候 这些我都没舍得丢了她 也亏了这些照片 在我人生最难 最苦的时候 给我力量 我才可以撑到现在 了 我这个人 我看翻唱 你出什么 是 你出什么 什么 有什么 我看了 这东西我还是收下来吧 你就算留着那也是过去的回忆 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只要有新的东西 可以装到这个盒子里 过去的一切 就会变得更有意义 肖战他又要跟你在一起了吗 暂时没有 不过我相信应该快了 那我们两个没什么差别 我跟你当然不一样 我跟肖战是有情感基础的 这个盒子里面装的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关于肖战所有的一切 我都记在这儿了 小青 你见过肖战 他刚来美国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子吗 他完全就是一个愣头青 又傻又可爱 他从来没吃过麦当劳 他第一次去吃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点餐 他整整排了四次队 才把奥匙所有的套餐 全都买全了 还有啊 他第一次公开演讲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还有多紧张 紧张到他不停地喝水 喝了整整两大罐水 搞到最后 他要不停地上厕所 我 我跟你说这些 不是为了别的 就是想告诉你 这些都是我跟肖战 两个人的回忆 没人能够抢走 我跟肖战也都不会忘记 我又没有打算跟你抢过去的肖战 我们要争的是现在的肖战 不是吗 你知道肖战的梦想吗 你知道他给自己规划的人生吗 我知道他现在做的搜索引擎是什么 我为了了解他 我看完了他的毕业论文 我还了解了所有 关于搜索引擎的新技术和新研究 我知道他未来会顺着哪个方向去努力 他做的一切又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一些你都知道吗 刚才你说的这一些 我觉得你只是把肖战 当成你的合作伙伴 这个不是亲密爱人 这才是亲密爱人 两个人站在一起可以并肩作战 不依赖更不攀附 因为只有这样在一起的两个人 才不会因为生活的磨难或者意外 就轻易地放弃对方 你在讽刺我 好 我可以告诉你 这次我不会放弃肖战 我也已经不是以前的矮胃了 我没有债务 没有软肋 还足够有钱 你以前因为钱离开了肖战 你现在又想用钱把肖战买回来 你把它当成什么 你不觉得这样很可笑吗 可笑的是你 你一直活在你自己的 象牙塔里面 你知道钱有多重要吗 钱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意义都不一样 肖战有钱 他妈以前就给他办过一张银行卡 隔断时间就会往里边存钱 什么时候 是你们两个分手之前的事 他不想告诉你 是因为他妈妈开出了条件 如果肖战选择用了这笔钱 他就必须要听家里的话 就要和你分手 他宁可一个礼拜不吃饭喝凉水 或者吃一个礼拜过期的面包 或是睡在卫生间里面 他都不会用这笔钱的一分一好 他有自己做人的原则 这样的肖战 你懂吗 你和钱 已经把它伤透了 你看看这个 这是你进入博士阶段的研究主攻方向 你的论文就像是一件艺术品 它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 和非凡的创造力 如果能够成功的 阻断癌细胞的扩散和转移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所做的研究 就离治愈癌症又进了一步 相信我小青 这是美国医学界最热门的领域之一 要是我们成功了 我们甚至能站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 很多人只能对这项研究抱有幻想 但是我知道我们两个会成功的 相信我 马莲安教授 我 不 不需要谢我 你只要继续做我的研究助理就可以了 可我不想做这个项目 你 你不想做这个 那你想做什么 那 那你又能做什么呢 我想做的是中草药基礼研究 与提取成话 我跟您说过的 上帝 请你救救这只迷途的羔羊吧 马莲安教授 我以为你能理解的 我们就是通过中草药才认识对方的对吗 你别说了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聪明的人 却做如此愚蠢的决定 好吧 我知道 我明白了 这一切对你来说太突然了 所以你不能很快地 做出理性的选择 面对这个 能拯救人类的伟大事业 你肯定很震惊 不用担心 这很正常 不 马莲教授 我 我 我只是我 好了 你现在应该回到你的宿舍 告诉你朋友这件事 他们肯定会嫉妒你 他们将会改变你的想法 会完全 彻底地改变你的想法 你会明白这件事有多么重要 回去吧 你现在只需要回去 他们会帮助你理解的 这件事太重要了 我们可以一起改变世界 好吧 去吧 海菲 回来了 你找我有事 是这样 之前不是一直老说 要把房租 利息啊什么的 都给姑妈妈 但是走的时候 又闹得那么难看 所以我就不好意思一个人回去 想让你跟我一起回去 然后我把钱给他们 行 走 孤父公母 你们这么站着 我们 Lost 毛小小姐 兵衫都是不 所以跑到我们这来 示威一下 就着呢 也给你爸出出气 但是你别忘了 你爸当时 是因为脑移血突发过世的 和我们完全没有关系 姑姑 你知道我爸爸过世了 你还记得呀 我以为你忘了 你曾经有过一个哥哥吗 废话 那你说 我们两个的钱是哪儿来的 那也不是大风刮来 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呀 你爸当初的那些窟窿 你把自己卖了 嫁给一个有钱人 不是也没填上吗 你不要到这里来 随便来找人撒气 这是不道德的 姑姑 你想哪儿去了 我今天来 就是来看看你们的 我们不是也好久 没见面了吗 你会有那么好心 我知道你现在长本事了 连交易都不是你的对手 我跟你姑妈 现在在你眼里 不过就是玩菜 但是啊 做人啊 得摸着自己的良心 你当初到美国的时候 吃的 穿的 住的 不都是用的我们的 现在你们人模人样的 做这事 还不是靠我们吗 对 还有你这个穷酸男朋友 做人是不能忘本的 不然会遭雷劈的 我发现你们两个真逗 这么长时间没见 你们说话那样一点儿都没变 姑父姑母说得对 做人确实不能忘本 我今天来 就是来感谢你们的 看看 够不够我们这些年 在这儿的住宿开销 怎么不拿呀 原来你们现在不喜欢钱了 原来你们现在不喜欢钱了 不要我可就收回来了 够 够 再住十年都够了 够啊 你是真有出息了 不愧是嫁过富豪的人 大气 大气 你们满意就行 也不早了 姑姑身边质量不好 我们就不多打扰了 喂 再坐一会儿嘛 说实话 我们也一直想知道 你们家现在的情况 你妈身体还好吧 谢谢你的关心 走吧 咱们坐会儿呗 再坐会儿呗 这里真是一点都没变啊 以前我们从学校回家 走的就是这条路 跟今晚一样 也是你跟我两个人 我刚才我突然间发现 姑父姑母 他们好像老了 我就脑子里想着 全是他们以前对我的好 他们那些对不起我的事情 都已经不重要了 不管怎么样 永远都是一家人嘛 海维 其实我今天愿意跟你一起来呢 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 跟你能够聊一聊 都被我调查 不太多有险子 什么情形 你不得青睿 这些泻舞 就赌架啊 不是 有什么情形 你能够 at 宝贝 不像一样 叫我 宝贝 你吗 能够想让我 也能够到 我跟你一样 非常珍惜我们的过去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我劝你早点走出来 我不想亲手 把这份美好的回忆 弄得支离破碎的 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做不到 我一直爱着你 我做不到 对 如果今天换成小青 跟你说这些话 你是不是就心动了 你跟小青都是独立的 都是令人尊重的 所以不要放在一起 比较好吗 但是愿意让自己 变成卑微就是爱啊 就像你之前爱我一样 你会拼命地去打工赚钱 替我的爸爸还债 为你的爸爸还债 我出去打工 去挣钱 那不卑微 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 那是一种责任 其实从我们分开之后 我很多次地回想我们的过去 可是很奇怪 我能想起来的只是你 无助的眼神 还有不断地往上累积的数字 我很难受 真的 但是令我难受的 不是我们的分开 而是因为你的遭遇 真的让我很不忍心 你想跟我说 你对我的不是爱是同情 你告诉我什么是爱啊 平等 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 谁也不是谁的拯救者 不要在我身上再浪费时间了 你还年轻 你还有很多时间 你应该去做更多 对你来说更重要的事情 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啊 实现我的梦想吗 你们来美国是实现梦想的 我来美国是破灭梦想的 当我在台上演出 底下的观众 还没有台上演员多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的美国梦已经破了 怎么办 怎么办 一次失败的演出 不代表什么 只要你坚持 不要放弃 在美国没有人愿意看一个 黄皮肤 黑头发的人演出 你明白吗 我要演出 首先要戴上假发 化上大浓妆 把我自己扮成一个美国人啊 不好意思 我给你 真的 绝对是真的 人家说 他在交易那儿 狠狠地挂了一笔 现在这些钱 对他来说就是茫茫语 他没必要拿假的骗子嘛 姑父 姑母 谁啊 艾薇 他们回来了 开门去 艾薇 快进来 艾薇 你回来了 快坐下 坐 坐 艾薇 刚才我跟你姑妈还念叨你呢 怪不得是一家人啊 心有灵犀 你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 刚才肖战在 不方便 对 姑母 你还真是了解我 刚才有些话我确实还没来得及说 我知道了 你要给你姑父找一个新的工作 对 薇薇啊 这个做生意这块呢 我也懂 好 那我就聊聊你的生意 你刚卖了个铺子 在唐人街四川菜馆的楼上 你怎么知道 我买的 那个铺子地段不好 租金一直在跌 所以要把钱投到其他地方去 姑母 她是这么跟你说的吧 是 是啊 是啊 那她有跟你说 其实她在股市上亏了很多钱 被迫卖的铺子吗 其实我要感谢我姑父 要不是你啊 我也不可能低于市场价 那么多的价格 把铺子买到手 您替我省了不少钱 你别听她瞎说 你别听她瞎说 姑妈 那个铺子地段很好 租金年年都在涨 等旁边主干到一通车 我至少可以多赚 十几万美元 今天给你们拿支票 也算是一点补偿 姑父的眼光 还是相当不错的 姑母我想起来了 那姑父在公司手脚不干净 被降职降薪这事 这个你总该知道吧 瞎说什么你 姑父 我姑妈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像你这种 连自己屁股都擦不干净的 将来打离婚官司 会输得连底裤都没有的 过来 阿贝 过来 姑母 你到现在还在替她说话呀 我真是为你感到可怜 你以为你现在 有钱就可以拥有一切了 你以为你老公是真的爱你吗 他要是真心待你的话 就不会成天晚上去夜店 跟年轻姑娘们鬼混在一起了 你 你 这谁端丽 你这么多事情反着我 你这么多事情反着我 你什么还跟那个小妖精来 你神经病啊你 你住手 死人 你 你这个过不 我早就不想跟你过了 你 你 福特老师 我有个好消息 福特现在没工夫听什么好消息 他正想如何救他的国王呢 将军 我犯了错误 别担心 福特 你此前也赢了我一局 今天我们算打成平手了对吧 肖 告诉我你的好消息 我的搜索系统即将正式上线 我相信最终能够占领 百分之八十的市场 这多亏了您 有些人就算可以抢夺专利 但创意和智慧是抢不走的 福特 你听到了吧 你的这位学生 就是这样说话毫不留情 谁让你当初那么对他 福特老师 你忘了他当初怎么对你的吗 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福特啊 他是在为你鸣不平呢 不过请你告诉他 你年轻的时候 是如何在大学的拳击俱乐部里 狠狠揍我的 你甚至打掉了我的一颗牙齿 每次都是你主动向我挑衅的 你也打歪了我的下巴 让我一个星期没法说话 我还是不太明白 你们 我们是好朋友 难道不够明显吗 我们之间可讲的故事多着呢 我的朋友 还有你的这位贵宾 我现在得走了 下次 我们一起去骑马怎么样 福特 你难道没有教过你的学生 基本的社交礼仪吗 他好像不知道怎么礼貌地 送别一位长者 肖 请你带我送送客人 好吧 你说够了吗 我什么都没说 你心里说了 从见到我的那一刻起 你就在心里不断地骂我 要夸你干得漂亮吗 年轻人 看来你没有记住老师的教诲 你不该把与你有过不愉快的人 都当成你的敌人 更不该认为 敌人就永远是敌人 你的人生还长着呢 你要知道 大多数时候 合作比敌对好很多 如果今天我没有绝对优势 你不会这么跟我说话 这么看来 你对我的仇恨 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 对 你说的对 肖植先生 你不如把你的真实意图 直接告诉我 好吧 我会说清楚的 我想入股怀特的公司 咱们一起合作 这不可能 听我说 我的公司目前所占的市场份额 虽然不高 但是 我的团队有多年的运营经验 是一个成熟的团队 而且 不管什么时候 出于发展期的公司 能获得注资的话 对公司都是有好处的 害怕了是吗 我看你就是想在公司破产前 最后再捞上一笔 这么说 没什么错吧 你非要这么刻薄吗 你能这么快取得成功 多亏了我对你的刺激 我说得没错吧 卡夫卡说过 一个敌人 真正的敌人 能为你贯注无限的勇气 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 我承认 我得感谢你 成就我的今天 但这种伤害的方式 不值得我的任何回报 好 这就是我能做的了 小湛 看来我得替福特教教你 轻敌 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 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 甚至是犯罪 我相信你已经做好决定了 不会再说出那些傻话了 是吧 是的 我考虑好了 非常好 那么你现在赶紧去完成 你毕业论文的最后工作吧 我希望你能全身新的投入到 我的新课题上来 我已经在制作工作计划表了 在你的博士核心论文 对不起 教授 我还是想坚持自己喜欢的研究方向 我真想马上提一桶凉水来 扑到你的头上 让你清醒 清醒 教授 我真的很感激您对我的欣赏 我也非常荣幸 能够被邀请到您的研究中去 我知道 这是我目前能够获得的最大肯定 但是 我也真的很希望 种草药也能够获得 她应该得到的肯定 这些都需要我去帮她 你听听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傻话 你要去帮一堆枯枝树叶烂草根 居然还认为它们比人类的健康 更加重要 我们不是活在童话里 你也不是一个能够拯救世界的 草药公主 醒醒吧 小青 你已经过了相信童话的年纪了 你冷静一点 我无法冷静 我没有办法冷静 在你眼里 你认为我给你的这个 伟大的 无可比拟的 具有前瞻性的研究 居然还不如一堆 中草药 我给你提供了在研究上向前一步的重要机会 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教授 您这样描述中草药 就是因为没有人 把它真实美好的一面挖掘出来 介绍给世人 别徒劳了 这里是美国 没有人会相信你说的那些东西 你以为你离开了我 还会有人 接纳你那些古怪的想法吗 你想什么呢 实际上我已经联系过马歇尔理工大学的 威廉教授了 他对我提出的研究课题 表示非常有兴趣 而且他也认为 用现代的技术 可以极大的帮助促进中草药的提取 还真诚地邀请我去攻读 博士学位 我不想再听你继续说下去 你认为你很特殊 能够自辟捷径 就可以完全不受老师的控制 你给我听清楚 你不要指望我会允许你把时间 浪费在这个毫无指望的研究项目上 我也绝对不会允许你违背我的意愿 据我所知 老师的责任应该是教导学生 而不是控制学生 您应该教我的 是如何学会独立思考 而不是当您的傀儡 非常好 那我也得让你知道老师的权利是什么 如果你一意孤行 我是不会在你的毕业论文上签字的 你也永远拿不到毕业证书 你不能这么做 你太法刀了 你给我出去 你给我出去 出去 难道你看不出来 我在为你的事头疼 赵晓卿 你是疯了吗 你居然放弃这么好的机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马莱老师太霸道了 怎么可以强迫我做她要的专业 我们实话说 玛丽是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你身上了 你这样想 以她的脾气 她找着她比你更好的学生吗 只有你能够符合她的学生标准好吗 如果一个老师 没有办法培养出令她骄傲的学生 那她的职业生涯就是失败的 我知道马莱安老师对我有所期待 所以才这些年呢对我这么严格 那 可是我 有什么好可是呢 你就答应她就好了呀 再说 你还有肖战 如果你真的去了马歇尔理工大学 那你们俩要怎么办 虽然这样的地方不算太远 但也是异地恋吧 异地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如果这点距离都会让我们两个分开的话 那以后遇到别的问题 那不是一样会分开吗 那好 艾薇呢 别忘了还有个艾薇耶 别忘了还有个艾薇耶 如果肖战心里一直有艾薇的话 我就算把她绑在我身边 那也没有用啊 不是哪来的自信 我这 那是旅行商 旅行社 他们也快开业了嘛 我觉得当时 热热身 等着完那旅行社开业了 我就带她二十个人的团 这点东西小意思 那我就先提前助你 开张大气 好 行 以前我们一群人一起来美国 这才短短几年时间 就各自走上了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我是新会议冷往回走 你是意气分发向前冲啊 我真觉得你没必要这样 先让环境 多好 有钱 有房的 我真觉得艾薇你犯不着 我必须要回去 对 国内来行吗 我妈妈精神状态很不好 我爸爸去世对她打击很大 我只有我妈妈一个亲人吗 我不想子欲养儿情不代的事情 再次发生 回去也对 尽孝了 万事 孝北线 那你回去了 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 我回来干吗 这里有我的亲人 有我的事业 还是有我的爱人啊 老北啊 让你帮哥们儿和说你两句 不就是个小战王 他什么东西啊 四六腿 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男人 满大街都是 而且这是美国 你想要什么样 眼镜 肤色 头发 什么颜色都要 大家要挑啊 可劲挑啊 你以为我这段时间 心灰意冷仅仅是因为他 我最近 我不断地想要靠近肖战 靠近我们之前的那些朋友 就想找到当初 我们一心想要留在美国的那种感觉 虽然我只是结了一次婚 但感觉 这好像去了另外一个时空 这里没有我的位置 我也看不到回来的方向 是 那谁样子能这么倒霉啊 来美国这一破地儿 这地方 这城市 都一天一个样 更别分人了 不实话 我看着肖战有的时候我都晃范 现在 西窗可侣了 一个美国经营青年的样子 当初那毛豆小的 完全就是两个人 你看我 我变化大不大 不大 你还真别说 咱这些人里面啊 数你变化最小 和以前一样漂亮 一样的事 共产党大理 你还真是个人 我都在那里面 我都在那里面 这些人 只谈法律 不谈感情 现在我离开他们了 但是当我面对肖战和小青的时候 我又不知道我该怎么说话了 他们不跟我谈钱 谈法律啊 他们跟我谈爱 谈感情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开口说 我 不是 人家 所以 你 是不是 人家 我 是不是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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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灰心了吗 不要灰心 我觉得 可能我嘴笨也不太会说话 但我觉得我在实验室里面 待实验久了吧 遇到挫折和失败 好像就更能用平常心去看待 因为这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 只要我们坚定一个信念 明天太阳还是会照常升起 那我先回去了 小秦送回去了 小秦送回去了 是不是心情不太好呀 为什么 你说那谁走 你也不留人家的信 那我能怎么留啊 以后可就见不着了啊 想说句话还得打个过去撑图 挺贵的 你说贵吧 你写信 写信也得买个邮票 要不 行了 你别在这儿叙道 我跟艾薇现在就是普通朋友 人回国未必不是一件好的选择 是不是 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